没有拒绝出庭 他没有这样的一个权利 民众党的下一集剧情 上周简连编飞29路大搜索 七位微经集团员工 因为各捐款30万元 给民众党也被约谈 但四叉猫从民众党 向监察院申报的资料查出 柯文哲同时期 不只收到这七人捐的210万 其实是11人共捐了300万 如果你把这个时间走 就24到26加起来是300万 2426加起来是300万 不是210万 因为还有四个人不知道是谁 我猜啦 这我猜 因素是这个 党主席他的责任额是150万 第二个重点呢 是他当初是台北市长 责任额又是150万 然后他上面有写 要在3月31号之前 募到责任额 原来民众党规定 年度募款责任额 党主席要募150万 直辖市长也要募150万 身兼二职的柯文哲 募款责任额就是300万元 对 如果这300 跟这300是斗起来的话 它是专款专有 所以它是有目的性的捐款 那是不是就是对价的关系 名嘴有质疑 因为整理金华群币案时间轴 2020年3月10号 印小微便当会 17号金华城送交市府陈情书 20号市长柯文哲交办都发局 4天后11人陆续捐款民众党 3天刚好捐了柯文哲 募款责任额度300万元 而且其中7人是微经员工 已经有5人坦诚是人头 就这么巧 捐款满300万隔天 都发局就回函金华城 将陈情案送 都委会研议 民众党回应 要北检用同样的标准 查民进党历任党主席 募款责任额怎么来 但卷入金华城币案的 不是民进党 民众党的回应 依然无法让外界适宜 民众党今天又有一个最新的回应 今天翻译人吴宜轩有出来说 这又是测意在人格抹杀 这个我们要先交给明玉姐 其实微经集团那7个人 捐210万 大家讨论了好多天 那这两天四叉猫又揪出说 不对 其实在大家很热烈讨论的 2020年3月24到26号 这三天里面 还有另外4个人 他们咬咬的 这个加上这4个人 再加上原本7个人 嘎嘎的总共是捐300万 这刚好跟柯文哲 在民众党内的募款责任额度一样 这个Bingo怎么这么巧合呢 结果没有想到 今天吴宜轩人出来说 他说我们民众党主席的募款责任额 是2022年4月份才定的 所以他依此 哇这样就是暗酸四叉矛 说测意你看又在人格抹杀了 明玉姐 我就分几个点来讲 我先把我先把那个四个人 我只能讲说最近那个民众党的灵异故事 很多了灵异故事 为什么因为这个我们无法解释 无法解释 那你现在又是无罪推定 所以我只能说他是灵异故事 我们只能说很诡异 对对对很诡异的 那我先讲几个诡异的点 四叉猫他去查到 就是说事实上你捐给这个金华城 在24号到26号这段期间 不是七个人 他七个人210万 他还要再他又找到另外四个人 这四个人呢 就是有一对看似是叶姓兄弟 因为他们的名字只差一个字 所以叶姓兄弟就是叶书什么 叶书什么这样 然后就说这两个人各捐15 另外两个是30 30 这四个人加起来是90万 那再加之前同中白 那七个人的210万 所以加起来是300万 好那我讲的第一个灵异故事一 就说这个人这四个人 刚刚不是讲嘛 就说凑了300万 事实上这四个人 是在2020年的3月25号 3月25号这四个人是同时捐款 是同时同一天 都在3月5号 3月25号 325对大家记住325 这四个人是同时捐款 然后后来在赫然发现 这四个人呢 在2019年的11月26号 这四个人就同时捐款 又同时捐款 一个人各捐30万 他是一个团体还是怎么样 全部都给台湾民众党 为什么我说是灵异故事 这四个人是岔血为谋吗 好我们每天 我们每一年到了一天 我们四个人就说好 我们就一二三 全部捐给民众党 我们2019年 我们说好11月26号 2020年说好3月25号 太诡异了 太诡异了 因为他们2019年是捐多少呢 各捐30万 都各捐30万 因为上线嘛 上线就是各捐30嘛 所以这四个人已经是连续的两年 当然还没有继续查下去 不知道他们2021 2022有没有再捐 至少你不觉得很夸张吗 这四个人 真的是铁小草吗 真的 真的是铁草 而且是非常资深的铁草 为2019年的开心观 就开始捐了耶 从民众党创党 这四个人就开始同一天 而且要说好刹血为盟 我们就是要同一天要一起捐 然后一二三 全部都捐30万进去 哇 所以我就说这个 好那当然民众党 就当然要双手一拍 就说那怎么样 我们又没有违法 人家就是很喜欢我们阿伯嘛 对不对 对 所以确实你不能拿他怎样 所以我就只能说 这是一个灵异故事 因为太罕见了 太罕见了 或就是说像这七个人 像那个微经集团 这七个人 就是从24号到26号 这七个人似乎是说好了 那大家一起捐 各捐30万 后来有五个人坦承 是因为老板拿钱给他们 他们才去捐给台湾民众党 那这四个人我就不知道 是不是也是像 这个因为他们是不是微经集团 或是说是这四个人 是这七个人的表兄弟姐妹 还是人头 还是什么 这我们不晓得 所以这四个人身份 还要再去核查 至少目前为止知道 这四个人 没有在微经集团任职 但是是不是微经集团 其他的这个人头 这个我们就不晓得 是是 谁爱个茶 所以我就问在座各位 你们不觉得这很奇怪吗 为什么四个人 大家捐款要同时说好 就是同一天 而且每个人都捐30万 这灵异故事太多了 我无法解释 这是第一个灵异故事 那第二个 刚刚民众党不是出来讲吗 对就讲说 就讲说这个 他们主席募款责任额 2022年才定的 我先跟大家解释一下 为什么昨天四叉猫 他们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推断 因为之前他们是查说 这个募款额 就是民众党民众党 他们的党主席 就是在3月31号 比如说2020年的3月31号之前 因为柯文哲当时是 身兼党主席 党主席在民众党的募款额 规定是150万 然后柯文哲又是直辖市长 当时是台北市长 他的募款额是150万 所以150 党主席加直辖市长 各150的募款额 所以柯文哲要300万 那300万的话呢 那他们当时是看 那个民众党的规定 是说这个募款额要在 3月31号以前要缴清 柯文哲你又是党主席 你当然就是不能够违背党的规定 所以他们在合理的推断说 这300万是不是就是说 柯文哲的募款额 那为什么大家觉得说 其实这个查很简单 譬如说这边也有民众党 有民进党的啦 大家都有募款额 你自己去查 因为譬如说像邱小玉 如果说我是 我是什么某某党的 我是中常委 或是我是什么立委 我当然有当然募款额 那上面就会写说 邱小玉 这个是我的扣打 这我扣打我募的啦 这你要写啦 所以说如果说 这些人是帮柯文哲 是柯文哲的扣打的话 那事实上柯文哲 在这些人的捐款这边 他就要有助记 这是属于柯文哲的扣打 我一周我是要用柯文哲的扣打用的 对对对 可是看起来 看起来就没有嘛 所以看起来是没有 所以今天吴宜轩 他才会出来讲说 我们的是2022年 才订了主席募款额 所以看起来 这个款项是跟主席募款额是无关 那我跟你讲 如果不是主席募款额的话 他的问题会更大 他的问题会更大 我跟你讲 因为昨天大家就在讲了 因为很多 我们昨天同台的人 大家都说 我们大家不要上这个 四叉帽这个车啦 因为你上了四叉帽这个车 其实你是在帮柯文哲解套 因为柯文哲要募款嘛 他就是说 对啊这些人 这些人就是帮我募款的啊 他们就是要给我 是给我的扣打 所以他们反而到认为说 如果今天 如果这样还事小 对 这个是民政言顺 民众党还可以讲说 对对对 他们就是给柯文哲主席的扣打 柯文哲没有违法 他找到理由了 谢谢四叉帽帽 我们找到理由了 结果没想到 民众党现在自己否认 那没有否认最简单 那你就是对价啊 对啊你对价吗 就像之前大家讲的啊 你黄警帽 就是因为你的 三百万或两百一十万进来了 所以黄警帽的那个签文就出去了 就不是刚好 如果不是主席的扣打的话 那反倒就是对价啊 不是这样吗 对啊 就我觉得说 民众党的灵异故事真的很多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不顺势 上了四叉帽这个车 如果上四叉帽这个车的话 反倒还可以 比较好解套 对还可以说 这个就是主席募款的扣打 他是民政言顺没有违法 那反正如果说你现在已经证实了 不是主席的募款额的话 那大家更合理怀疑 你这个就是所谓精华城的前金 那这个是不是你们说好的 有对价关系 那这些就越难解释了 讲到募款额 刚才讲那个中常委的部分 我们今天有一个啦 红鹿委员 民进党中常委嘛 这个募款额度 要多少带微婉来分享一下 因为讲到那个募款额度 大家就会想到说 黄国昌他之前不是 开了一场直播吗 就号召小草一人捐两百 这个捐款备注要写黄国昌 我记得他那时候好像很顺利 很快就募到一百二十万嘛 他那个募款责任额 他就说帮助他顺利完成 哇今年的募款额度 也有人是用这样直播 号召小草充粉 来就是用斗内的方式 那他呢捐款备注就有写黄国昌 那柯文哲的部分 到底好第一个现在民众党他们说 那个跟主席责任额没有关系 我们后来才定的那另外呢 什么是因为有一部分是市长的责任额 那到底里面有没有写是给柯文哲的 这个民众党也可以回去再清查 所以这个责任额的部分 红禄委员你这边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责任额对每一个党其实都有这个责任额 那一般那我们也是会请好朋友或什么 就直接捐款给党中央嘛 这一定的 不然我们没有办法像黄国昌这样子弄个直播 就可以那么多钱 那可能要请梦琪跟我一起直播看 你都没有了 我们是没有这个能耐啦 不过我觉得每个党的责任额都是不一样的 那我觉得这个 我只能说民众党的责任额怎么那么少呢 党主席才150 然后直辖市场也150 我真的觉得这个民众党 你敢这样太多了 不然民进党是定多少 我真的讲 主席1000万 主席1000万 对对对 那中常委也都是上百的 中常委就要上百 对对对 但民进党这一个是 有民进党到现在 民进党多久了 我们什么时候会有这个出国问题 对不对 那个全部都 这个上面你捐给党的 这一定都是有金流 然后名字什么都清清楚楚 你根本跑不掉嘛 不可能有人去从这边去想方去 去把钱说要变成自己的 这是不大可能的事情嘛 但现在民众党他要面对的是说 这些钱到底是借这个名目 到最后是留给谁嘛 这个才是大家去关心的嘛 如果你这笔钱全部都还留在民众党的党中央 没有留到任何地方 没有去买房子 没有去什么的 我想今天大家也不会关心这个问题 也不会关注这个问题嘛 但我觉得我很赞同民喻姐所说的 这些民众党现在这些人是都要害柯文哲的样子 他们到底真的自己在说什么吗 不不不 我觉得是真的是要害他的 我讲你如果不去讲说这些钱这些不管一百五或三百万 我会讲 如果是党主席的募款责任额 讲句难听一点的 那我就是给党啊 又不是给柯文哲 对不对 柯文哲不能用到这一笔钱啊 那你要如何去证明这一笔钱是汇款或什么的 我相信这个反而更困难耶 结果他现在就说了 不是喔 这个不是募款责任额喔 我们党主席的募款责任额是什么时候才开始的 不然呢 你这个就是洗钱喔 对不对 你为什么要 你讲这样要怎么想 对啊 你就是给你的党中央 那我没有看到的是 你的党中央的钱又可以会去募客 又可以去买房子什么 这大家会觉得很奇怪啊 所以我觉得现在在外面的人 每个人都是要害柯文哲 这些人都想要自己当党主席的样子 每个人都在害他 阿伯是不是可能想说你不要再说了啦 那到底现在调查的进度到哪里 赶快来请赵律师 因为今天早上的状况是彭震生 他已经是第五度被提讯了 今天媒体有拍到他的画面 画面也很远远的拍非常模糊 可是感觉上他脸上是有露出这个微微的笑容 那至于柯文哲的部分 本来前几天啊 检察官想要这个第五度提讯他 但是他没了嘛他可以选择他没了 那看在黄国昌的眼里 他也是律师出身 那黄国昌他怎么样解读 他说因为如果检察官啊 针对相同的问题这样绕来绕去 他相信阿伯会有他自己的应对跟作为 所以民众党现在呢 对于柯文哲所作所为都还是非常有信心 非常乐观 可是律师就实务上 检察官叫你来你不要去 这样对阿伯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啊 以后会怎么样发展呢 我想柯文哲前面四次1234的提讯都配合 因为他当时在积压裁定下来之后 他决定不看高发了一个声明有没有影响 他说他会全力配合调查 没错没错是 那第五次提讯为什么突然不配合调查 中间只发生一件事情嘛 就是朱雅虎行贿的认罪 那我们一般来讲在办事物的案件就是说 如果我们在帮被告做防御 防御到很紧绷 因为检察官是步步进逼的 不断拿着证词拿着证据去问你 想到最后什么时候崩溃呢 就是行贿者的认罪 在贪污的案件里面 所以他的可能是防御上面的新防所谓崩溃 他没办法身心出状况 没办法去开庭 这个是实务上还算常见的情况 但是检察官其实是理喻他 为什么理喻他 一般来讲 被告能够不接受提讯 是没这个权利的 检察官要你来 你在在押的被告 意思就是你要全力配合司法的调查 在积押的期间 要你来开庭就要来开庭 柯文哲说 我因为身心状况我不去 检察官其实对他很好 很理喻 因为一般我们过去办案 所有在押被告 都没有这样的一个待遇 叫你来马上就上铐 上球车带走 没有其他的这样的一个 像柯文哲 那我柯林哥 一定要打五四三 那所以柯文哲其实理喻 有这样的理喻之后 不要得了便宜还卖乖 为什么 因为检察官是有强制力的 他第一个会面临的问题是 下一次如果他用同样的理由说 我身心的状况怎么样 检察官就可以强制他倒挺 强制他倒挺 这第一个 第二个是什么 他会面临到延长积押的问题 因为一次积押是两个月 你第一个月期间 你马上就反悔了 说我前面答应要配合 后面就不配合了 后面如果在侦查节奏上面说 你因为你这样子不配合 我们导致侦查节奏有些延迟 那我就会用这个事由说 因为他造成这样的一个阻碍 所以以后要跟法官说 我继续要严压 是有这样的一个事由 他要面临延长积押 柯文哲 第三个是什么 因为你现在不配合司法的调查 你如果不配合检察官的提讯 那犯后态度的好坏 是以后法官在量刑上面的重要的依据 所以放后态度欠佳 就是从众量刑 就是说这条路 所以三个法律上的状态他要面对 今天台北地检署他其实有早上提彭震生 下午其实在有提的应小微跟他的助理吴顺民跟朱雅虎 这是下午 上午的彭震生这一段 比较接近土利罪 因为彭震生当时怎么样跟他一起违背法令 让这个金华城拿到八百四 这一个过程是彭震生当这个所谓的PM 他当时这个负责整个的都委会 所以他其实是在证明说柯文哲如何指挥他 或者指示他去违背法令 土利罪五年以上 在这边其实相对柯文哲现阶段 在朱雅虎认罪之后 算是比较轻了 为什么朱雅虎认罪的是违背 违背职误这个刑贿罪在台北地院的裁定书里面写说 他坦诚犯刑 这个刑度 违背职误刑贿 那收贿的人呢 就会是罪重无期徒刑的犯罪 柯文哲在这里面面对朱雅虎的认罪 而且今天朱雅虎被提讯 包括应小微跟这个吴顺民 其实我认为 目前检察官在查的是这个金流 为什么是金流 因为之前说应小微的收贿的这个情况 是四千七百四十万 赞的金额 中间有短差一千五 中间短差一千五 吴顺民在这里面 其实他的助理是知道可能相关的钱 朱雅虎他坦诚犯刑了嘛 坦诚犯刑是你当时怎么行贿 1500有没有很熟悉的数字 就是阿贝的USB 小省1500 所以今天的提讯 这种提讯的侦查的技巧是这样 把他们全部提进来之后呢 是隔离询问 不同检察官开始问 再比对证词 不论是朱雅虎他已经认罪 他应该是理论上配合度最高的 而且正常来说 他应该要争取转作污点证人 因为在证人保护法的规定 如果他可以争取转作污点证人的话 检察官同意他可以减免其刑 减免其刑是最好的情况是 我就缓起诉 甚至是到法院判缓刑 他就不会再继续收押了 所以朱雅虎既然都已经砍成判刑了 不如把金流讲清楚 今天他现在现阶段 我们在这个节目的时候 他应该在台北地检署里面 隔离征讯 那吴顺明的这个应小微的助理 他里面的一个角色 就是说当时不是应小微直接收款 他有透过一些协会一些组织 透过助理 所以助理吴顺明他会知道说 应小微收了这个所谓4740万 里面短差的那个钱 有可能到哪里去 那应小微本人当然他自己收费 他会把这个厘清 所以现阶段而言 刚刚我们还特别讲到这个政治现金 政治现金是不是柯文哲的cota 其实不重要 为什么不重要 因为他里面所收的那个时间点 那个不论是300万或者210万 那个时间点刚好就是便当会之后 跟督发局要裁那个公文下来之前 那个密接点时间的密接性 加上朱雅虎的认罪行费的认罪 他就可以直接勾了 不论明目叫做政治现金 叫做捐助叫做借款 法院的认知就是说 这样的一个不法利益 有没有跟公权力形成对价关系 只要断价关系 哪怕叫做政治现金 一样属于收费 一样是重罪 最重无期徒刑犯罪 过去在搜国案里面 那些立委包括陈超明 包括徐永明 都说我们拿来收政治现金 法院判决讲什么 法院讲说 你就算明目上叫政治现金 只要跟公权力形成对价性 照样判都是7年以上重罪 而且有收钱的还判到10年 那个案子其实在法院 所以这是有潜力的 固定的 已经很趋势稳定的见解是说 不论你明目就是叫做政治现金 是不是柯文哲的quota都不重要 是你那个钱的收入金钱的收入 有没有跟你的公权力 土力精华层有对价性 而行贿者的角色就是 我证明这是有对价性 所以收贿者而言为什么 新房会崩溃没办法去开庭 其实可以想见他的痛苦指数非常高 律师讲到最关键的重点了啦 不是那政治现金的问题 是你们到底有没有对价关系 等一下回来我们继续来看